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蝴蝶儿飞去 心已不在 几情长夜谁来 是泪满载 试探点依赖 谈一点爱 旧远改了难凉 缓满心爱 分手得住 折头在那边拐 人眼昏尘丑海 心酸 别喝了 走吧 别走呀 咱喝会儿 走了啊 天给的苦 给的菜 都不怪 千不该 万不该 小晴 快进来 看什么呀 没人跟踪我 天天在这个鬼地方 老子快要憋死了 小晴 急什么呀 追 滚 追 开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够能跑 够能打的 要不是那个婊子出卖我 你们怎么可能抓住我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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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这小子还挺凶啊 干什么 小青没出卖你 是那天在赌场 我就怀疑你了 铁矿资料 是之前报纸上说的 那个内蒙古铁矿吗 说了你们也不懂翻证 我就是把人抓了 吹牛吧你 我看报纸上都说了 没抓到人 喝酒吧 你想想 一个五小姐 怎么会去关心一个铁矿呢 要怪啊 就怪她太关心你了 方鹏 来 赵 下了赵 下了 走 走 走 回来 好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这什么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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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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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情况啊 还不是因为你 不 什么情况啊 确实是因为你 哎 你们什么情况啊 啊 �子呀 小姐的工作又没了 我一猜就是 又惹谁了 昨天工部局召开记者捞带会 小姐把李静桐给惹了 工部局就把新报给封了 这个李静桐是不是有病啊 她不知道她是我妹妹 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 你看着吧 我早晚得收拾她 孙爷 要不我跟小姐再找家报社 再找家报社 就她这刀子嘴 天津哪家报社还敢用她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 妹子 哥来了 招了吗 这小子嘴太硬了 死活不敢说 不过兄弟们已经打听出来了 两个月前 他拜前四为老头子 前四已经放出话来了 说内蒙古铁矿它势载必得 嗯 好 凡事啊 都得凭证据 能交差就行了 哎 来了 怎么样 有消息吗 人抓到了 没错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 明天他会上法院结束审判 那前四呢 他已经把所有罪行都扛下来了 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 是前四指使他干的 全天津人都知道 是前四派人来劫我的 你现在告诉我 随便抓个小喽喽就可以了吗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是天津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请回吧 萧教授 以我对前四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建议有警察局的人 来保护你和布朗先生的安全 我不需要 不过我 还是谢谢你 那好吧 保重 好 怎么样 你的 当然了 有个老板 特别赏识我的才华 就给了我一笔钱 开了这个民生报社 怎么没人赏识我呀 有 有有有 我就特别赏识你 前飞飞小姐 我现在正式 诚心诚意地 邀请你来我们民生报社 我相信 在我的带领下 加上你的才华 咱们把民生报社办成 全天津最好的报社 行吧 给你个面子 哎 方旁 这 这 这 你的新报不是倒闭了吗 怎么还有钱请我吃西餐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夏明那个呆子 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个有钱的老板 给他开了一家报社 我 现在是民生报 金牌记者 这老板不会是你哥吧 我跟他吐豹子 怎么能当报社老板呢 哎 正好 给 挑一张 明天我给你上头挑 哎呀 神奇吧 你说 明天把这个蹬出去 得迷倒多少姑娘啊 哎呦 我的天哪 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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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口 好 啊 永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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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警察局出动全部警力 经过六天的缜密排查 探长方鹏 将主犯阿豪抓获 就这么几句啊 后面还有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警方内部人士称 这个阿豪虽然不愿意 中出幕后主使人 但警方已经查清 他是前四爷的人 这都干什么呢这是 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子都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刚才那话是谁说的 报纸上写的 处长 这文章谁写的 这文章谁写的 马上给我抓来 钱飞飞 钱四的妹妹 走 抓人去 走走走走走 这个这个应该是他的家事 那咱们就不用管了 来 喂 警察局 什么 老大 外个布朗死了 死了 扔我 扔我 你扔一下 请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请让一下 让一下 别急 请让一下 这怎么回事啊 方鹏 方鹏 我说 快跑 钱小姐 钱小姐 你不能进去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 刘大长 跟我说具体情况吧 萧先生 是您报的案吗 走 上楼看一下 把门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铁锤 呢 那这铁锤就是作案凶器了 可是老大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凶手要挪动尸体呢 问得好 这个地台应该被挪过 起来 哦天哪 凶手一定是为了掩盖这个毒啊 才将尸体移到床上 老大 你看 这儿有个叉 这儿也有个叉 到底什么意思啊 啊 不知道 老大老大 过来过来 这有情况 来来来 老大你看 这是带密码的保险柜 没有被撬的痕迹 你看钥匙 有什么事啊 快点儿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啊 都不是 老大 过来 我来说 这儿有什么事啊 好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啊 这儿有什么事啊 对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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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的叔叔 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不应该会有什么仇家 您最后一次见死者 是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 他来我家吃饭 您昨天晚上 去了什么地方 我在我家 死者的保险柜里 放了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那您认为迈克的死 和铁矿有关系吗 你不觉得 他这个事跟前四有关系吗 现在案子还没有结 不能妄下结论 现在铁矿的资料 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在研究所 那您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对了 帝都大舞台的杜鹃 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不过 我听他说过 他说 他对他一见钟情 昨天死者 向杜鹃求婚了 这件事您知道吗 我是今天早上看到报纸 所以打算 今天来给他道贺 没想到 小教授 既然顺便 老大 这是死者的用忍臣吗 臣家好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 你是几点离开的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大概八九点钟 布朗先生带来一位小姐 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 那长得挺漂亮的 好像 好像姓杜 好了 没事了 你可以回去了 好 彭宝 传讯奴隽 好 小教授 麻烦你给我回警察局 去取下指纹 走 往后退 走往后退 让我们进去吧 我往后退 各位 流 stri了 王后退 你等了吗 往后退点 什么呀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往后退点 别往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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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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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鹏 方鹏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啊 无可奉告 兄弟一场 别这么对我 跟我说一下嘛 钱小姐回去吧 方鹏 我跟你绝交 你 从尸体 以僵硬的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 昨夜十点 这位是 死者的叔叔 威廉布朗先生 你好 我的天哪 不 我不敢相信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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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敢相信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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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害他的凶手 是个魔鬼 伯朗先生 您请放心 我们警察局 一定竭尽全力 侦破此案 将凶手绳之以法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负责此案的 探长方鹏 大致 萧安邦的歹徒 是你抓住的 对 就是我 方鹏 是我们警察局 最好的探长 威廉先生 您请放心 就算是绝地三尺 我们也会把凶手挖出来 给你一个交代 好吧 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内不能破案 你们必须有人负责 是 是 好 波浪先生 您请慢走 方鹏啊 他可是美国商会 数一数二的人物 五天之内破不了案 你我都得滚蛋 到了 给 谢谢你 杜鹏 你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了 麦克死了 杜小姐 跟我们走一趟吧 叫什么名字 杜鹏 我问你 我对我没有准备 他还没用 我说你 这两个人 没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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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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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happen 老爷 老大 这么早啊 让你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老大 这个杜鹃啊 还真是不简单 不光歌唱得好 舞跳得也好啊 还会说外国话 外国歌都会唱 反正啊 上至达官显贵 下至风流才子 反正就是有钱有势的 全都 老大 包括咱们那个王处长都就捧过他的场 不过 没发现他和哪个男人有染 李静桐就捧过场吗 去过去过 他的首场演出 他就去了 还送了一条红宝石项链 不过人家没药 给退回来了 那前四呢 前四倒是没趣 怎么你觉得杜鹃背后的男人是前四啊 你问我啊 那我去查 我去查 你呢 那个每晚乡出去了一趟 我跟丢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呀 连个女的都能跟丢 老大 那面给我留点啊 喂 警察局 什么 老大 孙家出事了 你们看 老大 是狗血 已经干了 又是什么 你帮你走 你帮着 谁 老大 你帮我 你 pioneers 她们准备了 李静安 枇杜鹃背后 他和你建筑 那天 你不建筑 怎么面 是 从阳台上来的 走 走 走 好了吧 好了 放缠整 老大 你干什么的 老大那么够你下来呀 哎老大 老大你快下来吧 老大太高了 这有脚印 啊我看看 来来来来我来背你我来背你 哎呀这哪行啊 这不行那怎么办啊 这 哎哎哎哎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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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老大老大啊 你没摔着吧啊 你看这脚印 跟里面的脚印应该是同一个人的 快拍照 你说什么 你还要接铁矿 前四能杀那个美国人 他一样能杀你 国府 你不要因为一个铁矿 连家人的生命都不要了 方团长 发现什么没有 人是樊强进来的 这还用说 难道是孙先生请他们进来的 这位是 这是我们家旧姥爷 黄先生 黄先生 你也住这儿 昨天回来晚了 就睡客房了 孙太太 昨天你有没有吃安眠药啊 吃了 这个安眠药的药效一般在八小时左右 可是你昨天没到五点就醒了 大概 大概忘了吃了 那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或者是看见什么人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一醒来 就看见满墙都是血 方探长 你这话问的不是多余吗 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前四干的 你们警察 太太和黄先生 好像不希望你承接铁矿开采权 我太太原来就反对 麦克一死 家里又出了这样的事 那你打算放弃开采权吗 如果我退出 铁矿肯定要落到外国人手里 我不能辜负萧教授的一片期望 麦克的案子有线索了吗 暂时还没有 杜小姐绝对不是凶手 孙先生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看了报纸对案发现场的报道 我觉得一个女人不会这么残忍 案发当晚 孙先生在什么地方 我在公司啊 孙先生和麦克也算是老朋友了吧 我和他是在国外认识的 当他听说萧教授准备回国筹建地质研究所 便义无反顾地跟随萧教授到中国来 在内蒙古的戈壁滩 一代就是五年啊 风残露宿没有半句怨言 也从不计较得失 他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方团长 请你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罚 我也想尽快破案 不瞒你 不瞒你 死者的叔叔只给了我五天的时间 抓不到凶手 我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 我觉得麦克的死和铁矿有关 在案发的前一天 前四请我和麦克 萧教授一起吃饭 我们都没去 前四的为人你比我还清楚 他垂涎铁矿已久 你觉得是前四干的 对 除此以外 我想不出第二个人 孙先生 那就麻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好的 辛苦方团长了 告辞 告辞安走 告辞安 老大 我觉得孙家案子有点奇怪啊 什么奇怪 说说看 围墙上的脚印说明 作案人在翻墙救孙家的时候 滑了一下 如果他拎着一桶狗血 那全都撒了 所以人是翻墙进去的 但血不是 行啊 有长进 那这么说 是孙家自己捣的鬼啊 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黄炳英和孙太太 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嗯 这我倒没看出来 这黄炳英看孙太太 不像是长辈看侄媳妇 而是男人 看女人的眼神 他们有奸情 别人的家事别外传 这里头有孙国父的指纹 让老周去核对一下 老大你怀疑孙国父啊 还记不记得 每晚乡差点说漏嘴的 那个孙姓男子 况且我们家杜鹃 一向洁身自好 就连孙 刚才我们聊到杜鹃的时候 孙国父明显有些紧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孙国父就是杜鹃背后的 那个男人 现在外面疯传 那个美国羊毛子 是咱们干掉的 让他们传去吧 吓死他们 孙家乱套了 听说孙太太要死要活的 不让孙国父接着铁矿 应该给他加把火 什么人敢惹你没意呀 您不是明知顾问吗 杜鹃是我的抬柱子 您把他关到警察局里 我还怎么做生意啊 太 这些我都知道 可他现在是这起命案最大的嫌疑人 他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杀人吗 再说了 这全天津的人 都知道麦克向他求婚 他为什么要杀他呀 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 办案 那是要讲究证据的 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人 可他又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我就是想放人 也不能放啊 好 我也不为难您了 您就让我见见他 您就让我见见他 这个嘛 死鬼 以后别来找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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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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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脾气 不过呀 你一生气 就更迷人啊 好好好 我让你见 好不好 不过咱们说好 只能 五分钟 处长让他见一下杜鹃 去吧 梅姐 杜鹃 你没事吧 没事 先生让我来看看你 他是怕我把他说出来吧 你让他放心 我不会连累他 你就别任性了 你放心 你一定会出去的 哎呦 方探长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梅姨 听说昨天晚上 你出去了一趟 是去找孙国父吗 孙国父 谁是孙国父啊 我不认识啊 杜鹃也不认识啊 你看 我又没说杜鹃认识 你这么着急撇亲干嘛 这 这不是名爬官吗 我不是怕你多问吗 方探长 我今天晚上还有约 就不陪您了啊 抽什么抽啊 看你的脸色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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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抽不抽 我啊 没事 身体跟铁打得似的 我就是这两天 把事特别多 有点累 你跟那新方的小子 怎么样了 别乱点羽羊谱啊 行行行 反正啊 我谅他小子也不敢胡来 你怎么今天想起回家来了 我说 干嘛 老看我干嘛 美 美国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还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啊 我就纳闷 怎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啊 让我相信也可以啊 你把龙生那帮人给解散了 那不胡闹嘛 这些人都是跟我出生入死 好多年的兄弟 哪能说散就散啊 妹子 你体谅体谅你哥好不好 你让我怎么体谅你啊 你让临终的时候你答应他 要亲喷洗手的 这都多少年了 我跟你说 你看看 这个事啊 我正在筹划当中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买这个矿吗 我就是想给这帮兄弟 找一个正经的饭碗 所以你打劫交安邦了 那我没办法 李靖桐孙国父这帮人 你别看他们一口一个四爷 四爷叫的比谁都好听 实际上他们根本就看不上我 南京那个姓孔的 用我的时候是满世界的找我 不用我的时候 他连正眼都不看我 所以你打劫不成 就杀了迈克 没有 我没杀人 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神明在上 如果我前司要参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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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妹子 你听我说啊 现在你呢 就我一个亲人了 你还真想大义灭亲哪 我呢 当然是灭不了你呀 但是 我会和你断绝兄妹关系的 你吧 你看你 你去哪儿啊 我回家 这不就是你家吗 小姐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你怎么了 哦 对对对 交给你的事怎么样了 六子他们去了 明天一早 天津一准炸开锅 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累了吧 早点休息 韩帮 这是什么呀 你看 这是什么 萧教授说了 在签约之前 如果丢了资料 或者是 走漏了消息 国家要蒙受 好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关心国家呢 方探长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何况我方鹏呢 现在案子交给我办了 如果有什么插错 我吃不了 兜着走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 你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你个自私鬼 我自私是我的事 别在我面前摆 知识分子的臭架子 人家萧教授 那是一心为国 我很尊敬他 那这回铁矿资料丢失的事情 如果不查清楚 那萧教授 不是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了吗 我也是这么劝他的 可是萧教授说了 人活一辈子 不能只开 名和例 反正 钱菲菲 如果你敢走漏消息 我跟你绝交 行了 不跟你说了 赶紧睡觉吧 我去警察局了 哎哎哎 沙发不能睡啊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哥会吃了我 行了吧 我走了 谁呀 我是绑宝 老大 怎么了呀 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啊 实行办得怎么样了 姓赵的 姓马的 还有严老头 一大清早都出去避风头去了 那姓萧子呢 姓萧子没动静 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哪 骨头硬 孙家怎么样 孙家是不想接这个铁矿 但是孙国父跟姓萧子 是一路货色 你呀 你去盯着点姓孙的 必要的时候给他来点狠的 是 别闹出人命来就行 老爷 今天的报纸 您自己看看 这写的什么呀这是 绝不向黑恶势力低头 小姐写的 这叫什么事啊这是 你去找人 把这报馆给我摆平 四爷这是您的报馆 我 我的报馆 我自可开个报馆骂我自可 你去找人 那个死丫头敢写 那姓吓的小子也敢登 我不管 反正你的事你来办 三天了 都已经三天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破案 你自己看看 整个天津市 都让这个案子给搅翻了天了 不是还有两天的吗 急什么呀 不能不急嘛 你跟这个杜鹃 是不是有一腿呀 你都搞不定我 你 我的意思是 我就是个警察小探长 我怎么能高攀上这种 利多的大明星呢 那你为什么不审他呢 一个女的也不好意思 往死里审哪 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再说了试检报告说了 那个凶手就是 你别跟我提什么试检报告 我要的是结案 结案 听明白没有 我跟你说啊 还有两天时间 破不了案 你就给我滚蛋 杜小姐 你来天津之前 听说 你在南京的花城 大舞厅铸唱是吗 是 你和孙国父 是在南京认识的 我不认识孙国父 你很爱孙国父 不认识孙国父吧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就算当替罪羊 也要维护他的声誉 还是你担心孙国父 杀了麦克布朗 不是他干的 我说我不知道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要是死了 你好跟那个狐狸精快回去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玉洁 你也少说两句 国父 你看看 钱飞飞公开在报纸上说 这是钱四干的 说什么 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他当然敢骂了 他是钱四的妹妹 可钱四会听他的吗 会收手吗 当年青鸿两帮为了争地盘 杀死了多少人 这你不是不知道 小安邦他是美国人 钱四对他不敢怎么样 可我们呢 我们只是跟孔部长沾亲带故 可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孙太太还好吧 受了一点惊吓 孙太太应该是被门口钱四的血涂案 给吓着了吧 是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不希望你承接铁矿开采权的 不只是钱四吧 好 好 处 好 好 好 来 好 我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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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